当地时间15号 美国研究人员宣布 一名女性白血病及艾滋病患者 在接受一种特殊的干细胞移植后痊愈 成为了首位接受相关疗法之后 艾滋病痊愈的女性 这名中年女性 2013年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4年后被确诊患急性水系白血病 之后她接受了一种 名为单背体臍带血移植的疗法 这种方法由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团队开发 患者先从一个捐赠者那里 通过移植获得特殊的臍带血 这种臍带血中 含有能对抗艾滋病病毒的相关突变 之后患者再接受成体干细胞移植 研究团队称 与成体干细胞相比 齐带血干细胞的适应性更强 但能产生的细胞数量不足 而来自成年人工体的干细胞 可以弥补这一问题 并且齐带血资料由国家统一储存 更容易对抗艾滋病突变进行筛查 此前曾有两名男性 接受过含有抗艾滋病突变的 成体干细胞移植 从艾滋病中痊愈 不过这两人后来都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 捐赠者的细胞会持续攻击接受者的身体 不过本次这位接受新疗法的女性 尚未出现类似症状 在接受了移植手术约三年后 这名女性停止了艾滋病治疗 14个月过后 她仍未有复发迹象 不过研究团队也指出 相对于庞大的艾滋病患者数量 这种治疗方法可适用的范围太小 每年可能只有50人符合条件 现阶段 她们更倾向于描述这名女性 处于艾滋病缓解状态 而不使用治愈这个词